想知道如何变得更年轻 不是只有看看网络或是广告宣传 专业的知识同样很重要 由台湾整形外科医学会主办的第十九届整形外科年会继学术研讨会 日前刚刚落幕 本次年会以颜面年轻化为主轴 邀请到国内外一流的专业医师 来分享他们在临床上的经验及研究的发现 这次的盛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注重现在的年轻化 就是大家的所谓的颜面的年轻化 因为大家说有三怕 第一个怕老 怕死 怕臭 所以大家现在随着年纪慢慢的老化 越来越多的引发主人 希望身体好以外还能维持一个不错的外观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一次的大会 让每个会员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结果 相关的手术 我们也办了手术示范让大家了解一些新的应用 包括内饰镜的应用 包括筋膜拉提 包括脖子的年轻化等等 此次远道而来的贵宾众多 除美 日 韩 三国外 更加入了中国 新加坡和意大利专业医师 议题从颜面结构解剖 脸部及额头的肌肤拉提 到Smart在整形上的运用 可说是将脸部的内容一网打进 而韩国医师 Jim Yong Lee 与 Jennifer Kim Song 也不另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 和脸部整形的看法 我认为最大的差异是 从脖子的脖子的脖子 台湾人有更厚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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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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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very common 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about plastic surge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You know we have a college exam called Tsunun And the students are studying very hard And at times parents kind of persuade them You're going to have a plastic surgery after the test Every other girl? Not everybody but most of the girls High percent Not hundred percent but maybe seventy or eighty Yes There's a lot of patients coming in from the globe around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I have a lot of Chinese patients Japanese even Russians American Brazilians coming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So we are the systems in Korea It's very open to foreign patients So welcome 當然除了臉部拉提之外 其他像如眼整形 鼻整形 以及束後傷口和移植的應用 這些議題都難過在此次的整形外科年會中 為期三天的年會 也有數十家廠商進駐展示最新的儀器以及技術 讓專業醫師們互相交流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致力打造最高規格醫學年會為中職 透過醫師們的觀點 相信也能帶給患者更正確且實用的治療及照護 每一日採訪報導 好的 嘞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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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